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五年级华文课本吧 第八课 雨后的线索 是谁?谁给我添乱? 爱丽丝经过科学院 听见校工虎伯在发脾气 他手中的扫把沾满了泥 越扫越脏 就如虎伯当下的心情糟透了 时常飘来的香味 令鸡肠碌碌的爱丽丝垂涎欲滴 但他还是停下脚步 虎伯,怎么啦? 好不容易才盼到百日局盛开 三天两头却遭人栽走 琥珀的声音由低而高吼叫起来 脸色胀红 剑耳发青 脖子的清净抱起 爱丽丝 日蒙和中响非但一无收获 肩中还无故失窃两朵花 他们像泄了气的皮球 丧失前进的动力 日蒙只好挥头土连的去找奶奶 来到一个雨夜 正是捉偷花贼的好时机 日蒙和奶奶 你好对策 发了短信给中响和爱丽丝 通知他们提早到校 这些百日局之繁夜貌 花包饱满 真吸引人呐 白奶奶 您看 就是这四株百日局的花不见了 爱丽丝嚷了起来 白奶奶脸色一沉 回答说 不对 是五株 偷花贼刚刚来过 在黎明的曙光中 大伙看到白奶奶的眉毛一样 她指着中响后头错综的鞋印 这些是你踩过泥地后 在走廊上留下的脚印 中响稍稍脑袋瓜傻笑 哎呀 我弄脏了走廊 日蒙目光炯炯的 看着奶奶 您的意思是说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偷花贼毕竟在这附近留下 蛛丝马迹 聪明 瞧 一路上走来就只有走廊上留下了痕迹 嗯 日蒙在体育室后面昏暗的走廊 寻寻觅觅 诶 这儿的尼迹很不寻常 话音刚落 中响风风火火冲到体育室后头侦查 发现 绰绰绰落落的尼迹 向远处石灰墙衍伸而去 大伙尾随而至 啊 这里有个小洞 偷花贼钻这个洞进出 大伙儿纳闷 一路追踪 在凹凸不平的泥路上 他们发现菊花灵星的花瓣 喵 喵 他们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打着哈欠 脚上踏踏着人字托的老人家 几只猫儿不断在他脚边磨蹭 爱丽丝一眼看见老人家 脱鞋上的黄色花瓣 冲口而出 是你偷彩校园里的百日族语 胡说 老人家满脸不悦 莫不误作收 早安先生 这猫是你养的吗 白奶奶望了他脚下的猫儿一眼 是的 白奶奶释怀的一笑 向他娓娓道来 校园百日局失窃事件 你这个小东西 竟然偷吃花 真是不可思议 真相大白 老人家一点也不介怀 爱丽丝的指责了 课后精华 好奇心能激发求知欲 促使人们热爱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